首先要衷心地祝贺时隔36年 阿根廷队再次夺得了世界杯的冠军 我们注意到在球队夺冠的当天 整个阿根廷都沸腾了 我们看到您当天在社交媒体上写到说 我们总是在一起 我们总是团结一心 我们是冠军 所以我们也很想知道 当时您作为阿根廷的总统 看到那样的一场扣人心弦的比赛 看到球队夺冠是什么样的心情 您认为是什么样的精神 引领阿根廷球队 最后取得了胜利呢 我们很厉害这个世界冠军 因为很多年我们没有赢了一个世界冠军 从1986年 马达奈奈给我们那种喜悦 其实我认为 阿根廷的大秘密有关与他的技术 他的技术是一个年轻人 在他很少认为 当他信任 他有所持续的挑战 我是很高興,因為我重新見到阿倫玩 的足球我們喜歡 我都看見到全球 他們都給予了 他們很開心 他們都給予了 在北京的北京